而台北市長柯文哲出訪行程 已經是昨天來到第二天了 那也是他在馬來西亞 最後一天的參訪行程 那昨天晚間柯文哲呢 是出席一個活動來做演講 大談兩岸之間的關係 甚至還評論起 台灣不願意去多談的 去講話議題 在馬來西亞開講 柯文哲大聊兩岸關係 畫俠子一開 柯P也評論台灣去講話議題 去講話 要不要把中正紀念堂拆掉 要不要把蔣介石的銅像拆掉 坦白講就是因為我們 看你不順了 我就把你幹掉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台灣問題 連結果剛出爐的香港特首選舉 也能評論幾句 他不輕忠我看也不會當選 其實普世價值是一個 擋不住的東西 民主自由進程有時候快 有時候慢 但是有時候會逆流 人類還是越來越文明 幾乎是有問必答 萬一沒好奇柯文哲五黨派 從政心得 你們馬來西亞的政治體制跟台灣不一樣 就開玩笑說我們 我們ROC你知道嗎 Republic casino 台灣是一個 a society who are surprise I'm an example 在大馬出訪的最後一頁 柯文哲諸多發言 勢必再度引發討論 藉由人民達戰機 在吉隆坡的採訪報導